新人社刑警 昨天晚间8点多 在台北松山的民生东路 逮捕一名46岁的随性毒品通气犯 过程当中通气犯进开车 来回冲撞两辆真房车 警方先是对空名枪 在一对车子轮胎开枪 接着破窗把言拉下车逮捕 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乖乖被刑警压制在地 因为他可是毒品通气犯 不过在逮捕过程他还开车冲撞警车 新北刑警24号晚上8点多 持搜索票前往台北民生东路查契 这名毒品通气犯当时还在车里呼呼大碎 刑警立刻是要求下车盘查 结果没想到46岁的随性嫌犯 竟然还狂踩油门 试图逃逸来回冲撞前后包抄的正房车 远警只好对空名枪 但男子还是不肯乖乖就范 随后远警朝轮胎开枪 破窗才成功逮捕嫌犯 不过就在上演警匪追逐战中 远警也不慎遭到玻璃割伤 当下我们就先破窗要逮捕他 结果那个随选就祭捕 开车撞撞我们 我就跟他在拉扯抢那个方向盘 不剩割伤那个左右手的手臂 那经过冲衣 那个缝盒 左左手跟右手缝了十几身 面对镜头 随性嫌犯投低得不能再低 据了解他平常都在双北贩毒为生 去年已经遭到地检署 发布毒品通计逃亡一年 这回经过刑警一个月的追查下 终于逮捕到了嫌犯 还被查获毒品海洛因14克 安非他命35公克 和疑似不法所得20万元 全案一毒品妨碍公共罪协 移送地检署证办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